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经因为别人的一句话而久久不能释怀 灵性高的人在这方面尤为明显 他们对语言和情感的敏锐感之 使得他们容易被一些看似无害的话语所伤害 他们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来处理和消化这些情绪 这使得他们的内心世界波澜壮阔 充满了起伏不定的情感潮汐 面对这种情况 灵性高的人需要学会如何保护自己 他们需要建立起坚固的心理防线 以避免被外界的负面情绪所吞噬 你是否曾经觉得需要一个安全的角落 来让自己静静地放松和恢复 这正是灵性高的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需要的 他们会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通过冥想 阅读或者其他静心活动 来平复内心的波动 恢复内在的平衡 高度灵性的人在社交场合中也面临着挑战 他们能够轻易地感受到他人的情绪 但这种能力也让他们容易被他人的情绪所感染 在一个充满欢笑的聚会中 他们能够感受到每一个人的快乐 从而提升自己的情绪 然而在一个充满负能量的环境中 他们同样会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和不适 这种情绪的快速转变 让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进行心理调试和恢复 你是否曾经因为他人的情绪而影响到自己的心情 灵性高的人正是这样 他们的情绪如同一面镜子 反映出周围环境和他人的内心世界 他们需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情绪 以适应外界的变化 他们学会了如何在压力中寻找平静 如何在困难中保持坚强 这种自我调试的过程 让他们变得更加坚韧和智慧 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 灵性高的人往往会表现出极大的毅力和勇气 他们能够深刻地理解和体会他人的痛苦 并且在需要的时候给予无条件的支持和帮助 然而 他们也因此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情感负担 你是否曾经感到自己无法承受太多的情绪压力 需要寻找一个发泄的出口 灵性高的人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他们需要学会如何释放自己的情感压力 避免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灵性高的人对于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 有着深刻的思考 这种思考往往会引发他们内心的情感波动 使他们经历情绪的高低起伏 你是否曾经在夜深人静时 深思熟虑生命的本质和自己的存在意义 灵性高的人正是如此 他们在这种深刻的反思中 寻找内心的平静和答案 第二 灵性高的人常常拥有高度的自我要求 致使得他们在不断追求自我提升的过程中 容易陷入过度的自我批评之中 这种自我批评并不是简单的反省 而是深刻的 持续的自我否定 他们会一遍又一遍的 解释自己的行为和思想 寻找那些微不足道的错误和不足 这种近乎苛求的态度 让他们经常感到压力重重 他们的内心总是响彻着一种严厉的声音 这声音不停地告诉他们 不够好 不足够完美 即使在他们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时 那种内在的批评声音依然不会停止 这种持续的自我批评 让他们难以感到满足 总觉得自己还有许多地方需要改进 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完成 这种用无止境的追求完美 使他们的内心常常陷入一种紧张和焦虑的状态 这种自我批评的特质 让他们在面对失败或挫折时 感到更加沉重 他们会不断反思自己的过错 将失败归咎于自己的不足 他们难以放过自己 即使是一个小小的错误 也会被无限放大 他们常常感到自己在浪费时间 觉得自己应该做得更好 更多 这种自我苛责 使得他们的内心时常充满负面情绪 难以感到快乐和满足 灵性高的人经常会觉得自己 不值得拥有成功和幸福 因为他们总是看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 他们会质疑自己的能力 质疑自己的价值 这种深刻的自我怀疑 让他们在面对机会时 往往感到犹豫和不安 他们害怕失败 害怕再一次证明自己的不完美 这使得他们在很多时候 选择了退缩和逃避 这种过度的自我提平 还会影响到他们与他人的关系 他们会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 不值得被关心 这种自我否定的心态 让他们在与人交往时 感到不自在 他们害怕被他人看穿自己的缺点 害怕别人对自己的期望过高 这使得他们在人际关系中 常常感到压力和焦虑 他们会不断检讨自己的言行 担心自己会做错什么 说错什么 这种无尽的自我批评 让他们难以放松 难以享受与他人的交流 灵性高的人在自我批评中 经常感到孤独和无助 他们会觉得 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自己 觉得自己的困扰 无法对外人诉说 这种内心的孤独 让他们在面对困难时 更加感到无助 他们会一遍又一遍地 反思自己的过错 却找不到解脱的方法 他们陷入了自我批评的漩涡中 难以自拔 在这种无尽的自我批评中 灵性高的人经常感到疲惫 他们会觉得自己的努力永远不够 自己的付出永远得不到应有的回报 这种感觉让他们感到身心俱疲 觉得自己再也无法继续下去 他们会怀疑自己的选择 怀疑自己的道路 这种深刻的自我怀疑 让他们在很多时候感到迷茫和无助 灵性高的人在自我批评的过程中 常常会失去对生活的热情 他们觉得自己无论怎么努力 都无法达到自己的期望 这种挫败感让他们逐渐丧失了 对生活的兴趣 他们觉得自己被困在一个 无法逃脱的牢笼中 这种无力感让他们感到绝望 他们不再期待未来 觉得未来只会带来更多的失望和痛苦 然而 即使在这种无尽的自我批评中 灵性高的人依然会坚持下去 他们会不断的反思和检讨 试图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他们会在内心的斗争中 寻找那一丝希望 即使这希望微弱的几乎看不见 他们会继续努力 继续追求那个无法触及的完美 即使这过程充满了痛苦和挫折 灵性高的人的自我批评 既是他们前进的动力 也是他们内心的枷锁 他们在这种矛盾中挣扎 试图找到一条出路 然而 这种过度的自我批评 让他们的内心充满了痛苦和压力 他们需要学会如何平衡这种自我要求和内心的平静 这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第三个缺点 逃避现实 灵性高的人有时会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中 忽视现实中的问题和挑战 这是一个常见的缺点 这种行为看似是逃避现实 其实是他们内心深处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灵性高的人通常拥有丰富的内心世界 他们常常在心灵深处构筑出美丽的理想和愿景 这些理想与现实之间往往存在着巨大的落差 当现实中的问题和挑战摆在眼前时 他们感到无所适从 因为现实中的问题往往与他们心中的理想格格不入 这种逃避现实的行为不仅让灵性高的人看起来缺乏实际行动力 还会影响他们的生活和工作 他们沉浸在内心世界中寻找心灵的慰藉 然而过度沉迷于内心世界会让他们失去行动力 甚至忽视现实中的重要事物 当现实中的问题日益累积时 他们可能会感到更大的压力和焦虑 进而更加逃避 逃避现实其实是他们应对压力的一种方式 现实世界中的不确定性和挑战 让灵性高的人感到压力和焦虑 与其面对这些不确定性 他们更愿意躲进内心世界 因为那里是他们可以掌控的 然而 这种逃避行为并不能解决现实中的问题 反而会让问题更加复杂和难以处理 久而久之 他们可能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越是逃避 问题越多 压力越大 灵性高的人在面对现实中的挑战时 往往会感到困惑和无力 他们的内心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这种鸿沟让他们感到无法跨越 现实中的问题和挑战 常常让他们感到无所适从 因为这些问题和挑战 往往与他们的价值观和理想相冲突 这种内心的矛盾和冲突 使他们更加倾向于逃避现实 回到那片熟悉且舒适的内心世界 灵性高的人在内心世界中寻找安慰 这是一种自我疗愈的过程 然而 这种自我疗愈如果过度 会让他们逐渐脱离现实 甚至失去对现实的感知 他们可能会忽视现实中的重要事物 忽略与他人的联系和互动 最终陷入孤立和孤独这种 这种内心世界的沉迷 让他们看起来缺乏实际行动力 因为他们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 用在了内心世界中 而不是现实世界中 灵性高的人需要认识到 这种逃避现实的行为 对他们生活的影响 虽然内心世界可以给予他们 短暂的安慰和安全感 但现实中的问题和挑战 是无法逃避的 当他们过度沉迷于内心世界时 现实中的问题会变得更加复杂 最终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压力和困扰 他们需要找到一种方式 既能保护自己的内心世界 又能有效地应对现实中的问题和挑战 在这个过程中 灵性高的人会经历内心的挣扎和痛苦 内心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矛盾 让他们感到困惑和无力 他们需要面对这种矛盾 并找到解决之道 这种过程是痛苦的 但也是他们成长和进步的必经之路 只有勇敢地面对现实中的问题 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 并实现内心的理想和愿景 第四个缺点 果于理想化 灵性高的人往往给人一种 无比智慧和内心平静的印象 但他们并不完美 其实他们也会有自己的缺点 而他们的其中一个显著缺点 就是果于理想化 他们对生活和人际关系抱有很高的理想 这固然是一种追求美好的表现 但也经常让他们在现实中感到失望 因为现实往往无法达到他们的期望 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探讨这个主题 看看这种过于理想化的心态 是如何影响灵性高的人们 以及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 首先 过于理想化的人往往有一个特质 那就是他们对世界的看法非常纯粹且美好 他们相信人性本善 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追求 真 善 美 并且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 传播这些价值观的灯塔 然而 这样的高标准也让他们在面对 现实生活中的琐碎和不完美时 感到格外的挫折 比如当他们遇到不公正的事情时 他们会感到极度的愤怒和无力 因为他们心中的理想世界 是没有这些负面现象的 这种心态在他们的人际关系中 也同样明显 他们对朋友 家人 伴侣有着极高的期望 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彼此理解和尊重 然而 现实是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背景和个性 难免会有摩擦和误解 当这些灵性高的人发现自己无法改变他人 或是无法达到自己期望的和谐关系时 他们会感到深深的失望和沮丧 有时候 这甚至会让他们选择孤立自己 因为他们觉得与其面对这些现实中的不完美 不如保持一个内心的理想世界来得更舒适 过于理想化还可能让这些人变得过于恪求自己 他们往往设定了很高的标准 不仅对他人 对自己也是如此 他们希望自己能够完美地处理每一件事情 成为他人眼中的榜样 然而 现实中的挫折和失败是难以避免的 这就让他们在面对自己的不足时 感到无比的痛苦和自责 他们会反复问自己为什么不能更好一些 为什么不能达到心中的那个完美的形象 这种自我苛求的心态 不仅让他们感到疲惫 甚至可能影响到他们的身心健康 过高的压力和不断的自我否定 容易引发焦虑和抑郁 使得他们无法真正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因此 过于理想化的人必须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 理解这是人之常情 不要因为达不到心中的完美而否定自己 此外 过于理想化还可能导致这些人在做决策时过于犹豫不决 他们会不停地衡量各种可能性 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最完美的解决方案 然而 现实往往是模糊和不确定的 完美的决策几乎不存在 这种犹豫不决 不仅让他们错失了很多机会 也让他们在面对突发事件时 显得手足无措 因此学会接受不完美 果断地做出决策 并且在行动中逐步调整 这对于过于理想化的人来说 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他们对未来的期望也常常过于美好 这让他们容易陷入一种幻想中 忽略了当下的现实 这种心态让他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 容易感到无所适从 因为他们并没有准备好应对现实中的种种不确定性 他们需要学会脚踏实地 接受现实中的不完美 并在这样的基础上 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第五个缺点 孤独感 这是一种深刻的情感体验 尤其对那些灵性高深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这些人拥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深刻的思想感情 而这往往使得他们与周围的人难以共鸣 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感受 远超出一般人的理解范畴 这是他们在寻找能够真正理解自己的朋友时 变得非常困难 灵性高深的人总是对宇宙 生命存在有着深刻的思考和疑问 他们在谈话中探讨的话题 可能涉及到存在的本质 爱的真谛 人类的未来等 这些话题对大多数人来说 既深奥又难以理解 因此灵性高深的人在日常生活中 常常感到难以找到能够真正理解自己的人 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感觉 在一群人中却感到自己像是一个异类 这种孤独感是无法轻易用言语来形容的 当一个人无法与他人分享自己最真实和深刻的思想时 那种内心的孤独感会如影随形 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孤独的旅者 在一片无边无际的沙漠中行走 周围没有可以倾诉的对象 这种感觉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强烈 成为一种持久的情感体验 你是否曾在最热闹的聚会中 却感到内心无比的寂寞 灵性高深的人 渴望找到能够与自己灵魂共鸣的伙伴 他们不仅仅是寻求朋友 而是寻求精神上的同道中人 这种孤独感使他们在社交场合中经常感到格格不入 即使身处人群中 他们依然感到深深的孤独 他们可能会表现出冷漠 熟离 但这并不是因为不想与人接触 而是因为内心的孤独感 让他们无法与他人建立真正的连接 这种孤独感 也让他们经常质疑自己的存在 他们会问自己 为什么会感到这么孤独 为什么周围的人无法理解自己的感受 这些问题可能没有明确的答案 但正是这种深刻的思考 让他们在孤独中找到了自己独特的存在意义 他们的孤独 不仅仅是因为缺少理解和共鸣 更是因为他们对生活有着比常人更加深刻的体验和感悟 这种孤独感 也让他们对人际关系有着更高的期望 他们希望能够找到那个能够真正理解和接受自己的人 但这样的人往往非常少见 他们会在失望中反思 在反思中成长 这种过程虽然痛苦 却也让他们变得更加坚强和成熟 你是否也曾因为无法找到理解自己的人 而感到深深的失落和孤独 灵性高深的人 常常因为孤独感而感到痛苦 但这并不意味住他们会因此而退缩 他们会在孤独中寻找自己的价值 寻找那种能够让自己感到充实和满足的生活方式 这种孤独感让他们对人生有着更深的思考和理解 当你感到孤独时 是否也曾思考过自己的存在价值和生活意义 第六 灵性高的人并不完美 其中一个显著的缺点就是过度反思 这种特质虽然让他们能够深思熟虑 理解事物的多面性 但也常常让他们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思维漩涡 想象一下 每当面临一个决策 这些灵性高的人会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来考虑每一个可能性 他们会反复思考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潜在的后果 甚至会思考到最微不足道的因素 这样的反思是否让你感到熟悉 你是否也曾经因为过度思考而无法做出简单的决定 在生活中 这种过度反思的状态 常常导致灵性高者陷入犹豫不决和行动迟缓的困境 他们会因为无法迅速做出决定而错过许多机会 甚至在面对简单的选择时也会感到困惑 这样的情况是否也曾让你感到无奈和困扰 灵性高的人不仅在日常生活中会因为过度反思而陷入困境 在工作中也会面临同样的挑战 当他们需要做出快速决策时 过度反思让他们无法果断行动 导致错失量机 他们会不断的权衡利弊 反复思考每一个可能的结果 但最终却难以做出决定 你是否也曾因为这种犹豫不决而感到焦虑 过度反思不仅影响决策速度 还会让灵性高者感到精神疲惫 长时间的思考和分析让他们的大脑无法得到休息 进而影响到他们的心理健康 他们常常会感到焦虑和压力 甚至会因为无法做出决定 而感到自责和沮丧 这种情况是否也曾让你感到身心俱疲 在与他人互动时 灵性高者的过度反思也会带来挑战 他们会担心自己的选择是否会影响到他人 是否会伤害到他人的感受 因此他们在做决定时常常会顾虑重重 无法果断行动 这种顾虑重重的态度 是否也曾让你感到困扰 这种过度反思的特质使得灵性高者在面对各种选择时 总是陷入无止境的思考回圈 他们会不停地考虑每一个可能性 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潜在的后果 但最终却无法做出决定 这样的情况是否也曾让你感到无助 当灵性高者面对重大决策时 过度反思的特质更加明显 他们会担心自己的选择是否会偏离自己的价值观 是否会导致不可预见的负面后果 这种无止境的思考 使得他们在面对抉择时常常难以行动 他们会不断地分析各种可能性 但却无法做出果断的决定 这样的情况是否也曾让你感到焦虑和困惑 在日常生活中 灵性高者的过度反思 也会让他们在简单的选择上陷入困境 即便是选择今天要穿什么衣服 他们也会考虑到天气 心情 场合 他人的感受等等 最终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做出决定 这种过度思考的习惯 是否也曾让你感到困惑和烦恼 灵性高者的过度反思 往往会让他们错过许多机会 当他们无法迅速做出决定时 机会往往会悄悄溜走 让他们感到遗憾和懊悔 他们会不断地反思自己是否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但这样的反思却往往让他们陷入更加深的思考漩涡 这样的情况是否也曾让你感到无奈和失望 第七个缺点 过度奉献 灵性高的人往往拥有一颗热忱的心 他们总是愿意无私地为他人付出 即使这意味着要牺牲自己的需求和利益 这种过度奉献的性格表面上看似无可挑剔 然而这里面蕴含着一种深刻的困境 他们可能会在无数次的奉献中 渐渐感到自己被忽视或利用 当一个灵性高的人选择过度奉献时 往往是出于一种深层的关爱与同理心 他们能够感受到他人的痛苦 并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减轻这些痛苦 但这种无私的付出 却有可能在无形中成为一种负担 当他们不断地给予 而没有相应的回报时 心灵上的疲惫和情感上的空虚便悄然而至 这种情况长期持续 可能导致他们感到自己被利用 因为他们的付出 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感谢 你有没有曾经觉得 自己为了帮助他人而牺牲了太多 你是否曾经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被珍惜 灵性高的人在不断奉献的过程中 这样的疑问时常浮现 他们可能会开始怀疑自己的价值 因为他们的付出似乎并没有改变什么 这样的自我怀疑会让他们的内心充满矛盾和痛苦 朋友家人甚至工作同事 可能会习惯于接受他们的帮助 甚至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 这让灵性高的人不断陷入无尽的循环中 他们的奉献不仅没有被珍视 反而成为别人理所当然的依赖 他们可能会开始感到失落 因为他们的努力似乎并没有改变什么 他们的价值感也因此而动摇 你是否曾经在不断付出的过程中感到心里焦脆 过度奉献还可能带来另一个问题 那就是忽略了自我需求 他们往往把他人的需求放在首位 无视自己内心的声音和渴望 这种自我牺牲看似高尚 实则是一种对自我的忽视和不尊重 长此以往这种忽视会积累成为内心深处的伤痛 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 当他们不断地为别人燃烧自己 终有一天会感到心里焦脆 无法再继续支撑下去 这种过度奉献的状态 往往让他们感到孤独和无助 他们可能会在夜深人静时问自己 为什么我的付出没有得到回应 为什么我总是感到被忽视 这些问题像是一根根刺 扎在他们心中 让他们无法忽视 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感受 觉得自己的努力似乎总是无法被看见 灵性高的人往往具有极强的内在力量和自我修复能力 他们能够通过冥想 灵修等方式给自己注入新的能量 然而即使如此 他们也不能长期依赖这些方法来平衡自己的心灵 因为这样会让他们陷入一种自我欺骗的境地 最终失去对生活的掌控 你是否曾经觉得 无论自己怎么努力 似乎总是无法摆脱那种被利用的感觉 你是否曾经感到 自己的内心像是一片荒漠 渴望着一滴甘露 这种过度奉献的状态 让他们的内心变得枯竭 无法再找到那种纯粹的快乐 他们可能会开始怀疑 自己这么做到底有没有意义 这种自我怀疑像是一道无形的枷锁 束缚着他们的心灵 在这样的情况下 灵性高的人往往会陷入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他们可能会觉得 自己的努力永远无法得到应有的回报 自己的付出总是被忽视 他们可能会开始感到绝望 觉得自己的价值被无限缩小 你是否曾经感到 自己的世界似乎总是充满了阴霾 无法找到那一丝光明 第八个缺点 难以接受批评 灵性高的人往往因为其高度的自我觉察和深刻的内在探索而备赞誉 但他们并非完美无缺 他们中许多人会面临一个特定的挑战 那就是难以接受批评 这个问题源于他们对自身的高标准 这使得即便是建设性的批评也难以被接受 你是否曾经感觉到 当你努力达到自己的高标准时 任何来自他人的批评都会显得格外刺耳 灵性高的人对自己有着极高的期许 他们总是在追求心灵和灵性上的卓越 这样的自我期许固然令人敬佩 但也让他们变得对批评异常敏感 他们常常会感到 任何批评都是对他们努力和成就的否定 这是否让你想到 在你认为自己已经付出全部努力时 任何来自外界的负面评价都显得那么难以接受 这种情感反应从某种程度上讲 是人性使然 对于灵性高的人而言 这种感受尤为强烈 他们对自我成长有着无限的渴望 当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做到最好时 任何批评都可能引发内心深处的焦虑 他们会怀疑这些批评是否意味着 他们的努力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这种怀疑是否也曾在你的心中掀起波澜 使你在面对批评时感到更加不安 然而批评并不总是坏事 对灵性高的人来说 学会正确看待批评 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他们需要从内心深处接受 批评并不是对他们个人的否定 而是对他们行为或结果的意见 这样的批评是否可能成为一面镜子 让他们更清晰地看见自己的不足 灵性高的人如果能够坦然接受批评 将会在自我成长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当他们面对批评时 是否能够冷静下来 思考这些批评背后的意图和价值 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智慧 也需要他们打破内心的防御机制 你是否曾经在内心问过自己 为什么这些批评会让你如此难以接受 这种难以接受批评的心理 根植于他们对完美的追求 他们不仅希望达到别人眼中的完美 更希望达到自己心中的完美标准 这样的标准往往是极其严苛的 任何微小的差池都会被放大 进而对批评产生过度的反应 这种情况是否也曾发生在你身上 当你对自己的期望极高时 任何一点点的批评都会让你感到无法承受 灵性高的人需要在心灵深处 寻找到一个平衡点 这并非一事 他们需要学会做接纳 承认自己的不完美 这样才能更好地面对来自外界的批评 你是否曾经想过 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是否会让你在面对批评时更为坦然 难以接受批评 并不是灵性高的人独有的问题 但在他们身上显得尤为突出 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耐心 来处理这种情感 找到一条让自己能够坦然面对批评的道路 这条道路或许并不平坦 但对于真正渴望成长的灵性高的人来说 是必须要走的 你是否也愿意在这条道路上 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内心 接受批评 从而达到真正的成长 常言道 探索改善人生 感恩改变生命 让我们一起学习 领悟人生 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有你们 才有我们 愿你智慧日增 平安健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追求快乐 携手打造美好的未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